演艺圈在线MeToo风暴 从节目我爱黑社会 出道的黑社会美眉艺人大牙 在脸书上发出了3000字的长文 吐露在11年前曾经被性骚扰 而文中内容点名 当时的老板陈先生 闯进了他的房间 甚至还从背后环抱他 而他当时的老板就是艺人陈建州 而对此陈建州是紧急的 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表示大牙指控的内容 毫无根据权属虚伪不实 恶意栽赃将违请律师追究法律责任 而范伟奇也选择要立庭老公 不过大牙也再度反击表示 他的指控问心无愧 公道自在人心 从综艺节目中发机 大牙周一配外形亮眼 但周二他在脸书 突然发出3000字长文 揭露11年前 自己跟随工作团队 搭机飞往香港录制节目 当时的老板陈先生却对自己性骚扰 而他当时的老板就是艺人陈建州 你们应该都有被骑获吧 要问大牙吧 大牙知道比较多吧 大牙公开当时的过程 表示陈先生先是在车上暗示 是不是很久没有桑基雷 回饭店后又到他的房门口 推开房门闯入房间坐在床上 还从背后环抱他 甚至问大牙自己撞不撞 即使大牙明确表示陈先生已婚 不该这样 但对方回答确实 没办法 你范姐姐很不爱这种事 大牙直指陈先生企图侵犯他 好在后来没有得逞 但在陈先生离开前 还要求挤一点卸妆油给他 以防如果被其他人撞见 才有借口开脱 大牙指控的文章中 还说后来有陆续听到 其他被陈先生骚扰拐骗的案例 他崩溃表示当时没说出口 是因为对方平常打着爱家 护妻投身公益的形象 有谁会相信他呢 更有眼尖网友 翻出事发11年前的这张照片 大牙文中控诉发生性骚事件的当天 黑人就有在脸书偷出 两人同框的合照 我想11点半的 哎 轻松一下 面对指控 陈建州紧急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表示录制节目行程 全程都是团体行动 并没有文中所称私人独处的事实 反驳大牙指控的内容 毫无根据 全属虚伪不实 恶意栽赃 将为请律师追究法律责任 陈建州的老婆范伟奇也出身相挺 不过大牙也再度反击 表示他指控的问心无愧 公道自在人心 而陈建州身兼P联盟执行长 对此联盟也发出简短声明 表示目前联盟运行一切找就 记者综合报道